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 家里如果这种钢猪桥断了之后 我们不要扔了 把这钢猪桥收拾起来 放起来 我们运这个有很大的运复 可是变废于薄 这次是怎么做的 今天我来教给大家 我们把这个断了的钢猪桥 两根猪桥合并在日子 没想到有这么大的作用 大家看 这个钢猪桥被断了三节 现在我们把钢猪桥变废为薄 首先我们需要把钢猪桥存合 我现在用这个胶带 把钢猪桥牢牢的粘在日子 让它们完全存合在日子 大家看 这就是断了的钢猪桥 有两半件 我把它存合在一起 存合完之后 我们从这断的地方呢 把这个搞断 好了 现在两个猪桥呢 是同样的长度 然后我们用剪刀或者说用我们的钢杂直接给它做个斜角 做好 我们把这个瓢复除开 好了 鞋角已经做好了 那现在我们运这个螺丝 给它制作一个特别不错的 那我们再放进去一个螺丝 它的效果更好 现在我们制作好了 我们如果说运手取螺丝呢 取不上因为这个螺丝特别小 那我们呢需要运这个呢 就能机器速速的取出来 这就是非洲的钢柱桥呢 我们变费为宝 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呢日起来交流一些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们点个关注